又你 又你也是表示目的的句型 翻译上跟谈美类似 一样可以翻译为为了 不过除了为了以外 它也可以翻译为希望 可以翻译为希望 其实就是暗示着 又你跟谈美你的差异在哪边 又你的前面 不能是一字动词 必须是非一字动词 所谓的非一字动词 最典型的 自动词 能力型 或者否定型 只要出现这几个 都会用到又你 而不会用到谈美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又你 可以翻译为希望 它前面加的不是行为 而是一个目标 既然如此 前面连接的 只会是动词 磁书型或者耐型 我们看一下 日本語 而不是形态 而不是行为 这个句子意思是 为了 看得懂报纸 学汉字 会议に遂げないように 早く家を出ました 遅れます 遅れない 内心 否定型 否定型 不是一字 希望 开会 不迟到 很早 就出门了 这一分 不迟到 都不迟到 都不迟到 这一分 都不迟到 也不迟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